内湖分局西湖派出所远警在执行巡逻请勿时 发现一辆小客车心机可疑 因而上前盘查 没想到后座乘客立刻大声呼噪 远警随即压制驾驶 原来后座的乘客是遭到讨债集团控制拘禁的被害人 经了解被害人因急欠债务遭人控制行动 甚而押往银行开户抵债 信本所同仁请勿认真线上解救被害人于虎口 陈新被害人因为击欠30万赌债 遭到讨债集团诱拐出来 拘禁在新北市永和的一间套房 期间被殴打林虐 讨债集团成员带着陈姓男子 要前往台北市内湖一间银行领款 没想到竟然PO上警方拦检 整齐押人暴力讨债事件才曝光 内湖分局与永和分局前往拘禁地点 逮捕两名嫌犯 并起出折叠刀 空气枪以及毒品等证物 在巡线追查灵性主嫌盗案 警方征讯后 全因妨碍自由 毒品 炸气等罪嫌 移送士林地前署侦办 接下来报道